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泰博篇》第十六章 子曰 这样的人我真不知他能怎么样 狂 生命之气很旺盛 想要有作为的人 狂者进取 狂者多半讲话直心长 但这里却有一个人是狂妄而不正直 同 同者气生命之气比较温和 而失有所同 所以同是比较憨厚的人 憨厚就是会比较紧厚 无知一般来讲就会比较紧厚 而现在又无知又不紧厚 空空空而不信空 气质比较昏沉 而执着着他所信仰 空者会比较渝构 所以他也就比较渝成会守着一个信用 那这里说的就是一个无能而又不守信的人 那真的是不信 人被他的气质所遮蔽了 这本来已经很麻烦了 但经由学习尚可挽救 如果你是被整个世俗风气所败了 那就很难处理 所以这个人狂同 空空 基本上这是气质之所必 这个人比较狂妄 这个人比较无知 这个人比较无能 但如果依照自然性质 比较狂妄的人 当然是比较正直嘛 比较无知的人 他会比较紧厚嘛 比较无能的人 他会守着余城嘛 会感觉守着信用嘛 但世俗的风席变了 整个习气 狂妄却不正直 无知却不紧厚 无能又不守信 那真的严重了 古人说 愚者必于人欲 贤者必于意见 愚者必于人欲 人欲仍然可消融于天地之间 人欲就是人的贪取占有嘛 那天地宽广的话 这自然就解开了 贤者必于意见 意见纷杂的 社会围乱 现在常常鼓动着名气 是一种民粹之乱 其实这种民粹之乱 往往是贤者必于意见来的 这个意见这两字 就是凭着私意之所见 后来拉帮结派 就构成了一个意识形态 所以接近于现在所说的 ideology 叫意见意识形态 贤者自认为自己贤达之人 往往被意见所遮蔽 意见所遮蔽 这时候狂妄 狂而不值 这时候无知 却又不紧厚 无能而又不守信 空空而不信 这可真惨 有气质之壁 没关系 要消解它 把遮蔽打开了 把里头的纠结 化解了 这问题就慢慢 朗畅而光明了 最害怕的是 整个世俗风尚 加上知识分子 自己把自己 压不在那里面 而永不得翻身 那就成了 我们再想想 记章之所说 狂而不值 同而不愿 空空而不信 无不知之意 重点在于 既不能为人欲 所遮蔽 更不能为世俗风气 所掠夺 所遮盖着 那就惨了 所以要有一个朗畅的心性 能够通天接地 能够宽厚 能够自强不息 这样才能够接近 如学之本怀 虽狂而止 虽同而能够沉紧 虽空空而却能够守着信用 那就还稍好些 但最重要的是 狂但是要回到中道 同要能够真正的 有知而清明 空空要真正的培育出 自己的一种力量 而不能够处在这个 鱼乳的状态之中 好的 我们把这一张再重读一遍 竖怪 空即不敌 东即不完 空空即不信 我不敌机 好的 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 感恩